明明最恨以色是他人,可如今,我却只能以容色吸引他。 甄嬛的这句话,诠释了他入宫以来的变化。 昔日的甄嬛可以说出,以色是人能得几时好,是因为他的爱情观过于理想化了。 彼时的他可以有爱情,也可以没有,但只要有了,他就希望这份情感是纯粹的,不掺杂外物的。 但如今,他所信奉的纯粹的感情将他逼入了绝境,若想改变,就只能妥协,将自己瞧不上的以色是人变为自己的武器。 这番话是他对曾经的自己和逝去爱情的悼念。 锦西就是在提醒甄嬛,纵然你有千般不愿,但年飞已经行动了。 若年飞掀你一步复宠,那未来的日子只会更艰难,不要再悲春伤秋了啊。 想来年飞这一信息也是苏菲胜传达给锦西的,有锦西在,甄嬛能更方便了解皇上那边的动向。 您更要在前朝炙手可热,尝此下去,年事来迟早会复宠,到那时候就棘手了。 行啊,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。 你看,下雪了。 是啊,出雪之日,皇上总会在玉京宫家宴。 众人都在为甄嬛复仇使劲,如今天宫以来作美了,今日便是甄嬛涅槃之日。 好了,今天结束就到这里,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联,祝大家发财。 爱你们哟。 我妈咪。 我向下来了,筒子、筒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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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筒子。 少量。 他俄筑里族筒,筒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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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感谢观看